好 大家注意看 淡宅岛上的赛车只能在地面上行驶 而淡宅岛的地下 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没有任何一辆赛车在地下行驶的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淡宅岛的地下 它是不能让赛车行驶的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宅岛中隐藏着一辆汽车载具 它专门在淡宅岛的地下行走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辆汽车 它究竟在哪里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淡宅岛中的黄金赛车 它是淡宅岛的第一辆载具 如果你也开过黄金赛车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黄金赛车家族玛丽 直接开到淡宅的地下 它就会直接掉下 虚空消失掉 所以它根本不能在淡宅岛的地下行驶 而且淡宅由于掉入虚空 也已经被系统复原到了淡宅岛 黄金赛车它却消失在了虚空中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宅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究竟可以在淡宅岛的地下 行驶的这辆赛车载具 它在那里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宅岛的副岛发现 这辆赛车 首先从淡宅岛的蓝色建筑物进去 此时我们就会来到淡宅岛的副岛这个时候 就会看到一辆行驶的汽车载具 小伙伴们 你们看它还是一辆公交它 直接行驶到了淡宅岛的地下 并且没有坠落在正常行驶 行驶得很稳当 丝毫没有坠落的迹象 所以说在淡宅岛 隐藏着一辆汽车载具 它可以在淡宅岛的地下行驶 而且不会坠入虚空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